大家好,我是觀察樂的主管 然後我今天就是要來發表一個 我算是一個模擬創作 為什麼要說模擬創作 因為我主要就是 以我平常聽的音樂去做一個經驗上的模仿 然後至於模仿就像不像的話 等一下大家可以聽聽看 也不算是模仿,就是半創作半模仿 模仿的部分是 就是在於一些曲子的音符的排列 然後我是使用一個叫做LMS的軟體 因為這個軟體它主要的特點就是 它的音符可以 就是你可以 做每一個音效都可以做它自己的音調這樣 還蠻有趣的 然後一開始我就是網路上搜尋什麼軟體可以製作音樂 就是要有我想要的效果 然後到處找就找到這個 然後我一開始點進去看 我想說天哪這什麼 我完全看不懂它在做什麼 然後之後稍微晚了一下之後 上面這個就是它音效的出現還有排列 比如說它旁邊的格子 一個點就是一個 一個區間這樣 就是一小段節奏 跟一小段音效的出現 它左邊的部分就是一整排的音效庫 有還蠻多還蠻好用的 然後下面的話是我看不懂的東西 然後它音效庫的特點就是 它有基本的就是樂器還有鋼 還有鋼琴還有小提琴之類的 就是各種樂器 然後每個樂器都可以調達平接 就是這樣 拍起來就還蠻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看每一個點 然後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為什麼說是模仿呢 因為我去找了一首歌 它叫做River Flows In You 它是一入麻鞋的 對 然後 因為我其實對鋼琴的基礎不是很好 所以我沒有找慢版的 再放到0.5倍速度去看 對 我就是這樣去看它的音階高度 然後去貼就是 就一個一個 然後跟著去貼上我的那個 去補出我的曲這樣 還蠻好玩的 但是還蠻累還蠻崩潰的 然後它有一個功能叫做Baseline 然後你在Baseline裡面可以塞入一些音效 然後你那個音效你只要把它拉長 或是複製 你就可以繼續它的解剖這樣 然後 等一下就是我耗時數百小時 使用30週以上音效以及 汗水淚水精神交織而成的 好 應該沒有到數百小時 不過看起來場面還蠻照觀的 嗯 然後接下來就 讓大家來試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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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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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x 過去我本來是上禮拜做完的 但是上禮拜我打開來看 然後我發現塞一些腳進去 比較不會那麼彈跳 但是比較缺點的部分就是可能會弄得很雜的樣子 然後那個軟體有一個比較小的缺點就是 如果你速度稍微調寬一點 它有血液會砸在一起就會很軟 所以我就是只有打出旋律的部分 沒有把它的核心塞進去 而且的話就是大概做英國人員的一個小 比如說我有在一個類似合唱的聲音 還有一個男生的探情就是啊 這樣子而已 所以還蠻好玩的進去 所以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做出一個這樣很巧妙的音樂 謝謝大家 我覺得不錯 因為你沒有冠榮嘛 以前都比較沒有基礎 能夠在一堂課能夠產生這樣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說 你說創作作曲一下子就到那個大師等級 絕對不可能 第一個你要覺得好玩 第二個你要敢嘗試 然後再來我們要critical一點覺得說 為什麼它的音這麼和諧 或者是這麼不和諧 它是為什麼 那它用的底下的樂理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在上課講的一些和聲啊 或者是音程 或者是和聲學 在樂理知識裡面要學的 但是如果沒有興趣沒有願意去做這個心 那我們大概只能聽別人做的音樂 我們很難去做創作 那我相信你花很多時間 因為我自己光是在要改一個小段讓自己滿意 常常怎麼兩三個小時就不見了 或者是打別人打的譜 要打到電腦裡面也是非常花時間的 更何況創作這個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在這裡面有學到 學到不少東西 也許某一天會用在你的職業啊 你的未來 這也都不一定 你現在是觀光系嘛 觀光系也很多眼啊 老師的期待就是說 現在給這堂課的這個機緣 也許在你們未來都會開發結果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很好的成果 OK 好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好